关于这个岛屿呢 本周的重点当然是在钓鱼岛 而香港的保钓船呢 作为一艘船呢 到钓鱼岛宣示主权 同时呢 凤凰全程的记录 但关键的问题呢 是最近日本在岛屿之争上 面对俄罗斯和韩国强力的压制 而中国大陆呢 包括台湾 包括香港的各方保钓的人士 现在都要求呢 官方军方要对钓鱼岛 给日本更大的压力 我们先看一个片段 同时我们要强调一点 钓鱼岛主权在我 看一个片段 据凤凰卫视特派记者报道 香港的保钓行动委员会的抗议船 星期天出发 前往钓鱼岛 宣示中国的主权 而香港的保钓船上 除了包括十多名的 香港澳门大陆的保钓成员以外 四名的船员以外 还包括凤凰卫视的特派记者 而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以及紧急的命令日本的纳巴 还有福岗的保安本部 要实施联合的海上拦截任务 拦截的目标 是必须拦截掉这些中国的保钓船 不惜强制使用暴力 而另一句日本的残疾新闻 在星期一报道说 为了应付中国大陆政府 还有中国军队的挑衅 日本的自卫队已经拟定了 日本所为出兵钓鱼岛的 最新的阴影方程 在日本自卫队这个最新的方程当中 假想的是中国的船只 进入到日本所谓的领海 并且非法登上了钓鱼岛 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已经应付不了 因此必须决定 日本的舰艇和部队 到底在什么时候 在突发的阶段 派遣自卫队 要紧急的派遣出动 应付中国的船团 日本残疾新闻的报道说 对于日本最为鼓励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船只 率先的攻击 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只 而中国的民兵 趁机趁着这个空荡 登上了钓鱼岛 从四面方向登上的话 对日本来说 是难以控制的局面 日本自卫队 依照这个模拟的状况 马上要展开紧急的应变 日本自卫队 这个最新的海上的方程 就当日本的海上保安厅 无法应对外来船只 特别是中国的大量民船 甚至是侦掣船和民船 围攻钓鱼岛 相关海域的时候的挑战的时候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一艇 就要马上的进行出动 而产机新闻 这个周一的最新的报道评论所 在中国大陆现在表面 还没有出动解放军 军队的状态下 日本出动自卫队 将是对日本一个 很重的政治的判断 不过日本要不惜下重手 保卫所谓日本的领土钓鱼岛 日本产机新闻 这个最新的星期一的报道 如果中国大陆大量的军船 还有民船围攻 或者要登上钓鱼岛的时候 如果不及时的 派出日本的自卫队 一旦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舰 还有相关的地对线的导弹 地对空的导弹 都不断的进入钓鱼岛的 相关的海域 甚至登上了钓鱼岛 这等于钓鱼岛 被中国大陆军方 实施的占领和支配 日本再进行进攻 已经为时万一 至少日本与中美国家 都存在着所谓海区和岛屿之争 俄德斯与日本 就由北方四岛之争 俄德斯的总统和总理 都先后不离日本的所谓抗议 高调地登上了北方四岛 宣示主权 而另一方面 韩国的总统李明博 在战旗的掩护之下 在上周也高调地登上了 日韩争议的所谓独岛 宣示韩国的主权 韩国军方更加强硬地表示 把独岛化为韩国军方 实弹演习的 实弹的射击的瓦区 警告日本不要接近 不要靠近 否则击中 则韩国不负任何的责任 韩国的强硬 让日本十分的抗议 香港军事观察指出 对于领海和岛屿的主权 必须要由相关的 最高的领导人 亲自视察 宣示主权 同时相关的军队 也要主动地承担责任 记得在1986年的时候 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 胡耀邦曾经视察过 中国的西杀 宣示中国的主权 而即使在台湾 台湾领导人陈雪辩 也曾经在他下台之前的 2008年的2月份 陈雪辩曾经率领了 三军的将领 飞到台湾实际控制的 南沙太平岛进行视察 并且拓宽延长 台军在当地的军机的跑道 而现在看到韩国 还有俄罗斯的官方和军方 对于日本都相当的强硬 对于岛屿海域的主权宣示 也相当的强硬 而现在中国是民间的船只 出去保调 值得中国官方 还有中国军方启示 学习韩国俄罗斯的 官方和军方的做法